大家好,我是Dalai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男友为女友报仇的故事 故事开始,贤哥就出现把两名江湖老大杀喜 警察很快把他抓到 原来贤哥是上海帮的两兄弟请来的 王杰是贤哥妹妹的男友 贤哥叫他别哭 还吩咐他去找两兄弟收钱 钱拿到就带妹妹去玩游世界 王杰去收钱 弟弟却赖账不给钱 还对他拳打脚踢 大哥叫弟弟别动手动脚 王杰只是一时糊涂,放他走吧 哇,贤哥的妹妹是张铭 他被弟弟长绕着 他只陪坐不打炮 可惜弟弟却偏偏要 弟弟叫他别敬酒不喝喝罚酒 张铭一直想逃 王杰来了 喂,你在干什么 王杰大发雷霆 和弟弟的手下们打架 弟弟忍不住了 想要在大庭广众上张铭 眼见女友被坏人招他 王杰拼了 就还捅死了弟弟 他赶紧带张铭离开 然后回家收拾行李 离开香港 大哥很气 叫人无论如何 都要把他们两个给杀了 他们逃难离开香港 去法国 王杰在一家餐厅工作 当地的斧头帮说 这不就是上海帮大哥想找的人吗 他们抓着王杰不让他走 王杰说 你们认错人了 一个不留神就跑出去逃命 他到处找工作 可惜全部都不请他 一个早上斧头帮找到他们了 他们两人快点逃命 经过教堂的他们 师父领悟到什么 他们决定要结婚 最后他们搞了起来 王杰护照没了 决定参加法国政府的雇佣兵 因为完成训练 能够得到法国护照 王杰跟随着部队来到沙漠 接受魔鬼训练 王杰的身材矮小 很多东西都做不了 连拼个枪械都拼不好 教官说 你这样下到战场 不死才怪 里头还有个人 照顾他的梁哥 两人在军营里肝胆相照 黑鬼和梁哥打架 王杰也都会出来帮手 虽然如此 王杰依然会写信给张敏保持年戏 这一晚 他看见一个日本仔被黑鬼捅屁屁 教官看的都当做看不到 隔天 日本仔被其他人嘲笑 教他是gay 日本仔心里不好受 就吞枪自杀 教官知道后 只是叫人处理尸体 王杰很生气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就不做点东西 王杰破口而出 问候教官的妈妈 教官很气 私人时间的东西 要自己处理 圣者生存这点事都受不了 怎么出去外面打仗 王杰怕了 一晚 黑鬼想捅王杰的屁屁 王杰反抗 最后还拿出小刀 弄伤黑鬼 黑鬼才就此罢休 梁哥说 这样就对了 梁朝伟说过 血债必须要血还 不想被人欺负 自己就要变强 那晚后 王杰继续训练 要让自己变强 教官说 训练有一段日子 是时候出去打仗 王杰在战争中立大功 就这样结束了 在军队里的日子 可惜大哥派人杀席 张明 被宝石出来的贤哥 也被大哥派来的杀手杀席 直到这消息的王杰 他要为他们报仇 他也找了梁哥帮手 那你原来大哥请了教官来帮手 当然 最后王杰还是成功复仇 把大哥杀洗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君子报仇 十年未完 我发现了梁哥帮手杀席 我发现了梁哥帮手杀席